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 8日東南烈風或暴風信號生效 強台風天甲目前集結在香港以西140公里 預料向西北偏西移動 時速大約25公里 天文台說天甲已經在珠海市登陸 並逐漸遠離本港 但本港西南部仍然吹烈風 高地更吹暴風 當本港風勢持續減弱 天文台會考慮在黃昏線 改發三號強風信號 當風勢進一步下降的話 天文台會考慮在六點之前 改發三號強風信號 天地方面我們從來看到 在天甲的外圍 仍然有很多雨大影響珠江三角洲的地方 現在是一度雨大影響香港 所以我預計香港今晚仍然有狂風遭雨 天甲催本港期間有450班航班要取消 國泰、港龍和香港航空的航班 埃蟻會陸續恢復 8號東南列風或暴風信號生效 強台風天甲目前集結在香港以西的140公里 機場今晚會通宵運作疏道滯留的旅客 澳門受天甲影響也一度懸掛10號風球 在風暴期間有三人死亡 電力供應一度中斷 在網上片段看到澳門威尼斯 有些人倒場七黑一片 澳門當局說 當地電力供應一度中斷 目前已經陸續恢復 多個水廠也只能提供有限度供水 在街上有行人被吹倒在地上 路面也滿布垃圾 部分低瓦地區 例如沿內港、青州等都水浸 水位高到空口 天甲催襲期間有三個人死亡 其中一人被吹倒的腸壓到重傷 送院之後不治 風暴消息看到這裡